首先我們一樣,請各位線上的同學先幫忙簽到 每次上課的錄影都會放在教學論壇裡面 請自行再加進來 今天因為是第三次上課 所以我們大概把上個禮拜的重點稍微再跟各位回顧一下 首先各位可以看上禮拜的重點 不外乎就是說 其實還是講到有關Split切割部分 Split切割這個函數其實相當好用 也就是很多地方如果會用Split的話 其實可以讓這個資料切割變得 我是覺得比較有效率之外 而且程式其實基本上也會比較少一些些 當然除了Split之外 還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那上個禮拜呢 我們主要就是有用到有關那個長寬高 有152那個範例 那它總共有三個刮鬍 其實你如果用Split的話 其實切割也是相當的快速 如果不用Split的話說真的 還真的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法 除非說另外當然我又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那個資料剖析 不過資料剖析前提就是它的位置必須要固定的 那這個Split切割部分的話 可能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說它切割完之後回傳的是一個陣列 陣列的話編號從0開始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還有講到有關那個326 那個層積查詢的這個部分 那層積查詢的話主要就是說 像這個長寬高這個我想請各位 也許如果有問題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一下那個雲端白板 那這邊的話當然152的練習體 那相關的東西請各位就自行在 把那個Split的這個公式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的話我們看一下那個單元02的部分 單元02這邊有個326 班級層積查詢這個文件 那打開之後的話上禮拜主要是講到有關 如何把這個326的班級查詢部分 讓它可以下拉 那下拉之後的話 那當然如果我要一班 點擊一班它底下就出現一班 如果點二班的話 那如果可以希望把二班的資料帶過來的話 那當然呢我們有幾種方法 上禮拜有提到有關就是開發人員裡面 我們有寫了幾個方法 不外乎就是說用那個班級 不外乎就是用篩選 那你會發現喔 兩個方法其實程式都不多啦 基本上大概就是幾行程式就完成 比如說用原來的這個方式的話 基本上我們先把舊資料刪除 所以按鈕8好了 舊資料先刪掉 然後呢再給一個K 這個K的話基本上就是指的就是說 我將來輸出的起始位置 這個應該是第五列 從這邊輸出 然後呢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跑個回圈 把這邊的A欄第二列到12列去比較一下 跟什麼比呢 跟H2比 如果一樣的話 比如這個一樣 然後就把它同一列的B到E欄的資料 複製到G到H 那當然方法 我們之前是講另外一個方法 用Sales去複製 不過用Sales複製的話 比如這邊的話 For i等於 第二列到第12列 然後比對一下 如果比 假設啦 它一定是一個一個比 比如說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是了 OK 是的話呢 這個為True 那為True的話 就是要把這邊的資料 幫我把它摳到 第五列開始 G-H-I-J G-H-I-J OK 這邊 那當然呢 兩個方法 上禮拜我們提到 你可以用那個 如果你是用一個儲存格 一個儲存格 複製的話 那你就寫成類似像這樣 我把這個註解 把它先解開 這個先註解掉 可以寫成這樣 就是把來源寫在哪裡呢 寫在後面 就是說 二斑甲找到了 這個要摳過來的話 那就摳 摳到這邊來 所以寫的話 寫這樣子 這個寫在後面 這是來源 這個是複製過來的目的地 寫在前面 OK 那就一個蘿貝爾坑 B到G C的話呢 就到H 然後呢 這個就到I 這個就到J OK 一個蘿貝爾坑 一個坑 但是呢 這樣子寫的話 基本上會需要寫 四行 四行程式 有沒有 這個BCDE 摳到GHIJ 那一樣是K 可是如果說 假設是連續的範圍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們可能要記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用那個Range的寫法 因為範圍的話 就是連續的話 一定用那個Range 那寫的方法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 可以把它改寫成 底下這一行 把這個註解符號拿掉 OK 然後呢 就是Range 這個B 後面當然 你可以先打上這個數字 將來記得串一個I 因為呢 DI 列的 這個 假設這個是5 B B 4 到E4 然後呢 點Copy之後的話 直接就是Call到 哪裡 記得就是給它一個什麼 範圍的左上角 起始的位置就可以了 也就是不需要向上面需要四行 只要一行就可以了 只是它 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你必須要告訴它 來源的範圍 跟 目的的起始儲存格就可以了 目的不需要一個範圍 只要起始的儲存格 那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如果橫向就自動幫我把橫向 總共有四個就幫我放四個 OK 一樣 K等於K加1 就是繼續往下放 比如說第5 加1變第6 然後再加1變7 之類推 就讓它往下放 OK 那這個是上一次 我們主要是講到這個地方 可以比如說找一個 然後呢 如果這個地方向下拉 向下一個 第三班 然後一樣 就是讓它去抓 一樣刪掉之後 把三班的招呼過來 那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假設我不希望說 點擊之後還要再讓它 再執行的話 其實可以用事件驅動 那事件驅動的話 記得就是說 你必須要先找到什麼 找到那個工作表名稱 然後裡面的話 記得要去讓它找到這個物件 指的就是這個工作表 它裡面哪一個儲存格變動 所以哪個儲存格變動的話 你必須要呼叫 worksheet 這個物件 裡面的change方法 然後判斷它是H2 關鍵在這裡 然後就呼叫 所以如果你假設 寫了這個address的話 那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直接就自己 自己就跑了 就不需要說 還要再去按按鈕的動作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第一個部分 那這個其實還滿重要 以後的話可以通過比對的方法 所以你會幫你寫完之後 它主要大概就是這樣 一個回圈 加邏輯判斷 加上兩行 總共大概六行 加一個k等於七行 就可以把程式給做完 不過這樣的寫法 有一些缺點就是說 執行效率可能沒有range快 所以後來我又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用篩選的 篩選的話 基本上 這個地方 如果我扣 假設我扣另外 假設我這邊 剛剛是扣班級 那我把它改一下 我把它扣什麼呢 班級篩選 那一樣 roll一下 給各位看 二班 那你會發現 執行 班級篩選 或者是說 執行剛剛的程式 其實感覺不太出來 但是呢 如果用第二種方法篩選的話 它的好處是什麼 程式本來要七行的 那現在的話呢 只要三行就可以搞定了 那主要的話 我上次上次上次跟各位講過 就是第一個的話 我假設要篩選哪一班的話 那通常我們會到資料裡面做一個 所謂的資料篩選 然後篩選裡面的話下一個條件 比如說我今天要 應該是哪一班 所以我們假設要哪一班 比如說我要二班好了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留下二班的部分 那理論上我需要怎樣 先把目的的範圍call 把它刪掉 然後呢 再把它call過來 call的話一樣 就是從哪裡呢 從這個底下的 我跟你講 應該是從這邊 從B2 B2一直到1的最下面一列 等於是說 你給它一個大的話沒關係 但它其他的篩選 你如果不適的資料 它幫你隱藏起來 所以如果你複製的話 理論上是沒有隱藏 就是說你要的資料 那call到目的地 所以我們假設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可以把它整個call過來 所以程式基本上 主要是兩行 最後一行是取消篩選 因為如果假設 你執行篩選的話 它就點擊 它就會變成說 它這個篩選狀態會一直存在 類似像這樣子 那你必須再把它點一下 讓它取消掉 所以呢 所以程式總共只有三行 我讓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是個中斷點好了 然後把這邊跑一下 二班 那你會發現 因為剛剛這個事件發生了 就是H2改變了 所以我們一樣 跑這三行 第一行就是把舊資料清空 我按F8 第二行的話呢 它這裡會觸發事件 然後再來就篩選 篩選的話基本上 蠻好記得 你只要記得 總共呢 會需要 第一個範圍 跟它講說 我的範圍從A1 一直到1的12 這個是我要篩選的範圍 後面加一個 點Auto filter 篩選 然後跟它講說 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哪一欄 那基本上這個範圍 1、2、3、4、5欄 我要根據第一欄 做什麼呢 條件 對喔 根據第一欄 就是指的是這個班級 然後呢 做什麼呢 給它條件 什麼條件呢 是不是H2一樣的資料 幫我把H2一樣的資料找出來 所以可以看到H2裡面的話 是什麼 二班 所以它就幫我把二班留下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把B2 從B2底下的範圍 各位可以看到只有4跟6 所以你即便選的是B2 但是因為它隱藏了 所以不會複製到 然後1的12指的是最下面 那留下只有這兩個 所以點Copy的意思就是把它Call到哪裡呢 Call到G5的儲存格 所以喔 理論上這邊 先清掉資料 然後Call過來 這兩筆Call過來 Call過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 再把篩選狀態 現在是篩選狀態打開嘛 所以把它關閉 那這樣的話就OK了 所以上個禮拜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的話呢 原則上 我們要再來進一步 講有關跨工作表的資料複製 等於是資料分割 但是我們之前的分割 是同一個工作表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幫我篩選完之後 比如說一般對不對 幫我把一般的資料Call到哪裡呢 Call到這個地方 一般 篩選的結果 直接Call到一般 然後再來換二班 再來換三班 那分別幫我新增工作表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這裡會需要再增加 這個跨工作表 所以跨工作表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什麼 先把那個工作表新增 那總共會有三個 類似像這樣 一般 那把一般先篩選到 比如說一般篩選到 然後把一般的這個結果怎麼樣 整個從A1一直到12 或者你如果不要一般的話 你直接從B2 哪個名稱要的話就B1一直到12 然後Copy貼過來可以 那如果你要全貼的話就從這邊 A1到12 複製貼過來 OK 然後再來一樣是二班 然後再把資料貼過來 三班貼過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該怎麼做 也就是說 如果未來我們工作裡面 有很多是需要做什麼 資料的分割 那該怎麼做 所以我們待會的話希望 可以幫我怎麼樣 篩選完之後 新增一個工作表 名稱叫做一般 然後把篩選的東西 複製過來 OK 就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然後呢 換二班 換三班 換一次類推 那如果你有很多個班 那很多就通通OK 那不過呢 這個會有另外衍生性的 另外一個問題 那你篩選的時候呢 如果假設你現在又篩選一次 那123班如果還存在的話 那勢必會有個問題 就是什麼 那個名稱一樣 所以特別之外 如果假設你要重新 再去分割資料的話 理論上應該要先把 舊的三個工作表先刪除 所以待會衍生性的 就是要學會如何刪除工作表 OK 刪除完然後再新增 這樣比較合理啦 就是新增然後刪除OK 那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把篩選的結果 來做這個資料的分割 OK 試試看